近期影视市场可谓是热闹非凡 各类题材作品纷纷来袭 随着钟翰良李小软的《今生有你》 李一峰 陈玉琪的《静双城》 景田 许卫洲的《流光之城》等剧播出后 都有着口碑爆棚的迹象 除了有不少新剧开播 也有不少新剧陆续开机 网报刘诗诗写新国偶剧《长街长来袭》 搭档颜值男神钟翰良 该剧改编自文坛小说《首辅养成手册》 主要讲述了重活仪式的女主罗依宁 是一位为了追求独立自主而努力奋斗赚钱的小财迷 正当罗依宁在经受上一世爱人的欺骗和利用之时 认识了同样孤独且心怀大志的穷书生罗盛远 从一开始的相互利用到后来互生情愫 最终在经历种种波折和挑战后 携手共度一生的浪漫爱情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不同于其他古偶剧 而是融合了权谋 养成 甜宠等三方面合为一体 在家国天下爱恨情仇的大背景时代下 更加生动的描述了男女主角甜蜜的爱情 再加上前世今生的情节 为该剧增添了一丝有趣而神秘的色彩 颇具看点引人期待 此次刘诗诗将在剧中饰演女主罗云宁 是一个娇气伶俐且心思聪慧的小财迷 对于所有清冷白花之称的刘诗诗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出道多年的她 凭借轻轻脱俗的气质和多变的表演风格 说起她的出道也是一个小意外 2004年刚在舞蹈室练完舞的刘诗诗 正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澡堂的路上 路上她看到不远处同学一窝蜂的围城团 好似在看什么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刘诗诗也忍不住上前去凑了凑热闹 原来是月影风和的剧组在学校挑选演员 而刘诗诗的无心打望 竟吸引了导演品江索金的注意 彼时17岁的刘诗诗 少女初长成清纯可爱嫩得出水 与剧中天真单纯的芭蕾舞美人 叶峰和不谋而合 平江索金的眼光是毒辣的 锁定目标后的她很快给刘诗诗 抛出了橄榄枝 就这样还在念大二的刘诗诗 就一脚踢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而她出演的叶峰和清纯可人 撩动了不少宅男的荷尔蒙 刘诗诗演艺视野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接下来的两年 刘诗诗经各剧中娇小玲珑的奇二 心地善良的新十四娘 除出可怜的穆念词这些角色的磨练 演技得到了质的飞跃 彼时由唐人影视公司出品的仙剑情侠传 正掀起了一阵收视狂澜 唐人趁热打铁 一边紧锣密鼓的炮制续集 一边顺势抢签下 当下正红的刘诗诗 没想到刘诗诗却跑去索尼音乐娱乐公司旗下 唐人痛心疾首顺势找到了刘诗诗 打算把她捧为第二个刘诗诗 于是刘诗诗就签约到了唐人公司 自此之后 刘诗诗塑塑造了多个令人过目不忘的荧幕角色 从古灵精怪的龙奎 到擅长追踪蛛丝马迹的横距学专家闽南 再到坚韧勇敢的蒋南孙等角色 都能演绎的炉火澄清 颇受大众青睐 纵观刘诗诗的演艺生涯 她一直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突破自我 众所周知 刘诗诗因出演古偶剧《步步惊心》中 若心一绝而火爆全网 在《步步惊心》之后 刘诗诗和明道的合作更是让网友无限遐想 2011年 刘诗诗和明道在拍摄《天使的幸福》时 两人经过几个月的朝夕相处 戏里这个感情纠缠的情人 在戏外也互生好感 第二年 在明道入伍前 两人被媒体拍到 曾一同在深港游玩的照片 明道入伍后过生日当天 刘诗诗在凌晨还特意发文 不管你看不看得到 先祝福了再说 吃瓜者在自理行间 似乎嗅到了某些暧昧的气息 一时间 两人的绯闻就这样传开了 可两人的绯闻 持续了一年半左右 2013年12月明道在录制节目 《SSS小燕之夜》时 表示自己已失恋半年 而他当时发起的一首新歌 《突然好想你》 则被吃瓜群众揣测 讲述的正是他们俩的爱情故事 早先刘诗诗在台湾 为新剧《轩辕见之天之痕》 做宣传时 失控否认传闻 并声称 两人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一时间吃瓜群众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这也正常 明星之间的感情 有时候就是这么扑朔名誉 彼时的刘诗诗 已经凭借一部《步步惊心》 几句一线 不仅展获了华顶奖 白玉兰奖等众多奖项 还当上了第九届 精英电视艺术节的精英女神 正当她的恋情物理矿花时 她和吴启隆的绯闻又甚嚣沉上 仿经传闻 两人在2016年拍摄 《步步惊心》时相识 在四个月的朝夕相处下 两人的心里都泛起了爱情的涟漪 可惜对方都没有主动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2013年 两人再次合作了续集《步步惊心》 这岂不是天意 不发生点什么都说不过去 一拉二去 两人就拉上了小手 眼看爱情的火苗 愈演愈烈 吴庆罗觉得藏着掖着谈恋爱 只会给媒体大做文章的机会 索性就在快年底的时候 公布了两人的恋情 一时间 两人的相差17岁的恋情 瞬间引爆网络 不少网友抨击 吴奇隆是老牛吃嫩草 配不上白月光刘诗诗 而在宣布刘诗诗 搭档钟翰良的时候 粉丝又都纷纷表态 看好这对CP 果然颜值极正义 时刻多年 刘诗诗再次回归国偶剧的消息一出 瞬间令不少粉丝不淡定了 回到正题 这部剧《男主罗舜远》 则是由颜值男神钟翰良饰演 是一个砥砺前行 心怀大志的憨太书生 所有不老男神称号的钟翰良 不仅长相近了 而且能歌善舞 更是凭借扎实的表演功底 符合一大批粉丝 如今钟翰良虽然已经47岁了 但演起偶像巨来 却毫无违和感 无论是与相差16岁 谭松韵主演的《锦心思域》 还是与相差17岁的 远冰岩主演的《青城一青欢》等 都是满满青春型CP感 丝毫看不出年龄差 对于钟翰良的演技毋庸置疑 自出道以来 他参演了不少优秀作品 在《一触即发》 《何以生肖默》《咱们结婚吧》等作品中出色表现 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期待钟翰良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不管是刘诗诗还是钟翰良 两人都是颜值与演技俱佳的实力派演员 讨若此次真由他们两个出演 想必会给我们带来一场惊艳众人的视觉盛宴 或许又将掀起追剧的热潮 正有部分网友谈论 这是求之不得的梦想CP组合 你们期待两人的合作吗 对于该剧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讨论哦